我看不懂动物世界 老师说要浸泡在大自然里 我有浸泡也感觉到了大自然的庄严 然后也有就是比较亲近 那也看到了大自然的无为 跟那个不争还有包容 但是看动物世界 可是动物也会因为要争领自己的领土 然后跟自己的配偶 然后战斗 这好像有一点点矛盾 那看动物世界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你先从眼前的那些来看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猫有狗 你看比如说像我来这里 我已经很长一段期间没有看到他们的 但是他们看到我呢 他们还认得我 然后都会跟我 就是我要抱他们也可以 他们都会呈现出很祥和 很信任 我们那些狗啊猫啊 你看哦 他呈现出来就是那么样的祥和 还有一只小一只比较小的猫 半年前我看他的时候 他刚出生没多久 没多久我就离开了 那时候照一般情况来讲 他还不认识我 还记不得 就好像他是还是个婴儿 但是他现在长大了 但他一看到我还是一样啊 那种叫声就是这么样的亲切 前几天第一次算是跟他见面 一样啊 他是叫声就是这样的亲切 然后我摸他 他都是这么样的温和 所以要知道哦 动物他们呈现出来的都是 你只要跟他熟悉好朋友 他们呈现出来都是 有信用 而且呢 都是这么样的真诚真心 动物 一般的动物 他们比人类的心更单纯 他们比人类的心更单纯 那只要你跟他建立良好关系 你进入他的朋友的世界里面 他就现在认识你 以后一段期间你没有跟他相处 但是当你跟他再见面 他一样都认得你 而且我们对他好 他一定就会对我们好 狗也都是一样 所以我感觉到了 反而是这些动物更好相处啊 他们更单纯啊 更好相处啊 他们不会勾心斗角 他们不会欺骗我们 我从以前到现在 没有一只动物会欺骗我 除了人类之外 真的没有一只动物会欺骗我啊 也没有一只动物会听完一些课程 一段期间之后 然后后面反回来攻击 反回来骂 也从来没有遇到一只动物这样啊 所以要知道动物他们的心是更单纯的 更好相处的 人类如果有那些勾心斗角 有那些撑心 那个相处起来就是那么的不容易啊 反而跟动物都很容易相处 所以要朝着这后面去看 OK 了解啊 了解了 谢谢 还有动物 他们一样有他们的生活领域 有他们的生活领域 人也是一样 有我们的生活领域 有我们的私生活的空间 当我们的私生活的空间被侵入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防范性 这个是一般动物 这个是正常的 所以动物你只要 如果跟他不守的时候 你来跟他不守的时候 你只要不侵犯他的 那个生存空间的话 他不会攻击人 毒蛇也是一样 老虎猛兽狮子一样 你不侵犯他的那个生存空间 他们不会攻击人 是人闯入了他们的那个 私自的生活生存空间 他们才会防备 但是在防备之前 他们都会先发出警告 他们会发出警告 所以动物一样啊 他们都有原则的啊 有讲原则的啊 讲义气啊 好 来 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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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